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开始漏洞专题底下 针对咱们暴力破解漏洞 这个专题的概述呢,进行一个讲解 那么在咱们暴力破解攻击专题概述里面 主要包含了以下这三方面的这个专题内容 那么第一节课,咱们是主要介绍一下 暴力破解攻击的一些定义是什么 以及它常见的一些分类 包括它所对应的危害都有哪些 那么这是咱们第一节课的内容 第二节课,以及第三节课 是咱们这个实力演示的这个环节 那么咱们第二节课呢,主要是演示一下 基于BS架构的一个暴力破解 那么第三节课呢,主要是演示一下 基于CS架构的暴力破解 那么什么是BS架构的呢 这个B,它是这个browser的一个 这个英文的一个缩写 也就是说咱们常见的像这种以web 这种方式提供的这种服务 那么第二呢,CS架构 CS架构,这个C呢 它就是这个client 这个英文的一个缩写 它基于这个客户端的 比如说像这种3389的 以及这个Masco 输入库的 以及SSH 等等这些 这一系列的一个暴力破解 那么咱们暴力破解攻击 这个专题 它适用的学习对象是谁 它是咱们这个新安全技术的这个初学者 那么针对这个专题呢 我给各位学员以下三条这个建议的一个学习的方法 那么第一条呢 就是要干嘛呀 咱们要学习并掌握 咱们常见的一些暴力破解的工具 你比如说像这种Burperseal Hudror 等等一些 其他的 那么咱们这里主要是把这两款工具呢 去熟悉的掌握 并且能够应用 第二呢 就是咱们要学习并且掌握 咱们常见的一些暴力破解的一些手段 这是咱们第二 那么第三呢 就是咱们要从这个互联网 或者从书籍中去收集一些 并分析一些不同类型的一些攻击的案例 就针对这个暴力破解的不同类型的攻击案例 好的 那么咱们底下呢 我这里给各位学员画了这么一个流程图啊 就是针对咱们暴力破解 这个攻击专题的一个常见的啊 一个这个攻击的流程 那么第一步 首先干嘛呀 首先呢 他会按照一个正常的用户 去按照这个正常的这个请求 一个操作 并且呢 能够记录其中的这个提交的这个数据包 这是第一步 就是咱们正常操作 并且记录数据包 第二步呢 就是咱们要寻找对象 怎么寻找呢 就是咱们分析 咱们第一步提交的一些这个数据包中啊 并且找到咱们数据包中的目标 也就是咱们所定义的这个被爆破的这个对象 那第三步干嘛呀 就是利用一些工具啊 程序 然后从咱们本地或者远程呢 导入一些咱们字典文件 也就是说咱们要加载字典文件 那么最后一步呢 就是开始这个暴力破解 那么在这里一般这个工具啊 以及程序呢 它一般都有这个线程数啊 并且呢 一般都是设置为这个多线程 那么最后呢 就开始对这个目标呢 进行一个这个暴力破解 假如说你这个当前的一个字典中 比如有一个字串 它是前面中这个 咱们要爆破对象的一个这个数值 那么它就可以完成啊 并且给你提示啊 爆破成功 以及把相应的这个名文呢 给回显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暴力破解漏洞专题的一些概述了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 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 Thank you